这楼梯都是木制的 然后呢 这个感觉挺有年代感的 这是二楼 地儿大就是好 发现了吗 这么大一个客厅 并且都是特别葬式这种风格 其实在这吃饭我觉得也特别好 就是边吃边聊 然后还可以边那个可口瓜嘴 喝点小啤酒 然后后面还看着电视 这个生活绝了 咱们上面还有一层 好像还有两层露台 咱们去看看上面的 这个楼梯一踩都嘎吱嘎吱响 这层是还没有装修完的 上面应该装修完了 也是客房 然后并且从这层也能看到这个房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建筑的顶端了吗 从这房梁上看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年代感的 包括这个木头 其实就是它刻的这个花纹 其实也能看出应该时间比较长了 但是呢 现在因为做民宿嘛 在党领这个地方 所以应该重新翻修 翻修完了之后 唉就可以做民宿了 看能不能去这个露台上 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露台 我觉得如果要是不是防火器的时候啊 晚上在这其实追一个小盆 那种火盆的牛肉或者牛肉汤锅在这 看着这个远处的山 在这吃个饭喝着小酒 太绝了 特别美这种感觉 上面还有一层露台 咱们上去看看 这梯子能承受得住我吗 我都好多好多年没这么爬过梯子了 其实这上个我觉得也特别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小露台的感觉 刚才我还问老板 我说这为什么每一个藏室的房子四周都要立这种拿石头气的一个堆 上面还要插旗子 他说这个就是当地人的一个信仰问题 然后一个传统的问题 他说这个也是对环境的这么一个敬畏之心吧 但是再具体的他就没说太清楚了 我也不知道了 其实在这上面我觉得就是吹吹这个小风 然后从这就能远眺这个整个的党领村 感觉太棒了 走吧那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大张他们做饭吧 我觉得他们肯定能做出一点好吃来 到这不吃点毛牛肉 你说不白来吗 怎么样怎么样 哇塞刘哥也都冻上了 操练上了一边 必须得 除了选择完之后 刘哥剩下的意义就是当伙夫了 刘哥你这需要干点什么吗 我这都能帮忙着他 等着吃着就了 是吧 没事你要需要干点什么你就说啊 没事 经过了刘 好 好大肠忙前忙后忙活了大概两个小时终于吃上饭了 我这大肠牛的我都给敲吃姜了 但是味儿真香太香了 单红镇嘛 好 那个时候走路下去 小孩 刚刚刚一年纪的时候 我就带着这个水橱嘛 背着这个干点 走路送他们上学 我们来走多长时间能到学校 走个大半天吧 走大半天 走个大半天走到边二十公里吧 二十五年 走到边二之后 他们就学校里出现了 咱们再回来 咱们再回来 你再回来 一个星期见他们一次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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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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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感谢观看